在美国纽约有第五大道 而在美国的林肯有五大之道 今天咱们就跟随林肯全新的飞行家 一起去感受一下林肯的这五大道都有哪些 说到林肯的五大之道 分别是大气之道 惬意之道 守护之道 刚进之道 和静谧之道 首先咱们说大气之道 大气之道 重在一个大 车长依然超过五米 而轴距超过了三米 这个我在之前静态品鉴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这一次其实从外观来说 它的大还呈现在哪呢 还呈现在中网 它的中网尺寸比之前更大了 而且呢 它的车灯也比之前做了更多的改变 比如说它的日间行车灯 这个到L型的 已经探到了中网的里面 而在两边空气动力学的风道 这个尺寸也变大了 我们这次呢 试驾的这个车呢 是总统版 所以呢 它匹配的轮毂呢 是22寸的 而在全新的林肯分析家的 四个版本的上面呢 分别是19寸20寸和22寸 那除了车头之外呢 其实它的车尾呢 也变大了 不是说车尾尺寸变大 而是车尾的尾灯 它变成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而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呢 它的这个光源的亮度也增亮了 现在跟着我呢 咱们上车 OK我们现在开上全新的林肯分析家啊 感受一下它的静谧之道 那全新的飞行家呢 其实在静谧这方面呢 它提升的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车窗 采用的是双层的夹胶玻璃 和这个升学的这个降噪玻璃之外啊 它的前面的发动机舱 还有后面的后备箱 也都做了更多的隔音的处理 风噪呢 处理的非常好 因为呢 车身的一些线条呢 它可以更大线度来去降低它的风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车内的静谧性 也能让林肯所搭载的锐微的音响的音质 进一步的提升 你现在播放的音乐 可以把声音调大点 你感受一下 是吧 拍得不错 刚才我们说了林肯的大气之道 上车之后呢 我们也说了静谧之道 现在呢 我们来去讲一讲它的刚进之道 首先啊 全系大载都是3.0双涡轮增加 V6的发动机 那在燃油车上面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多钢体大排量 这个就是王道 那对于这个发动机呢 它可以爆发出的一个最大的功率呢 是270千瓦 它的峰值扭矩呢 是574牛米 当然了 作为全新的李肯派行家呢 在这个发动机上呢 他也做了一些调教啊 当然根据你的驾驶的模式选择有关啊 这个车的驾驶模式呢 一共有五种 我们现在选的是一个舒适模式 如果你要想体现这台车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水平的话 那你就把它的驾驶模式调整到一个运动 就OK了 同时呢 它的双腔的空旋 再加上CDD的这样一个自适应的底盘悬架 可以让这台车呢 在行驶起来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驾驶模式下 都可以呈现出一个最佳舒适的这样一个底盘模式 所以我觉得 其实就飞行家这款车来讲 还是更适合城市之间的通勤和穿越 所以呢 那这台车呢在刚进之道的表现上啊 我们在开了一段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之后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 OK 现在咱们分享一下全新林肯飞行家的惬意之道 说到惬意之道呢 首先啊 咱们先说的这个具有30项调节功能的座椅 座椅非常舒服 这我相信呢体验过林肯产品的朋友都应该有所感受 那这张座椅呢 其实除了它具备30项调节 然后它的呢 做点加厚之外 让我感觉最舒服的就是它的头枕啊 它角度特别好 就是当我们头去紧贴在头枕上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的后脑勺跟头枕接触面积进一步的扩大 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你感觉更加的舒服和安心 然后说完座椅呢 咱们再说一下驾驶起来的这种惬意啊 就本身这台车呢 虽然它是一台后驱车 但是呢 它是电控四驱 所以呢 它会针对路面的路况和你调整到的驾驶模式 自己来去匹配两驱和四驱 这样的话对于很多的驾驶员来讲 就非常的省心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一次革新最大的 就是前面这个27寸的大屏 这个中红大屏啊 我个人觉得啊 看起来非常好 而且呢 它的车机呢 升级到了8155的芯片之后呢 操控起来的流畅度也非常好 但是对于驾驶员来讲呢 就在这样一个中红大屏上面 右边那块呢 你肯定是够不到的 你看我这够不到 所以呢 你右边这边 要不你就交给副驾驶来去操控 要不你就交给林肯的车机 通过语音来去控制 你好林肯 指驾请说 音响声音加大一点 为你调大音量了 所以你看 就是它的控制还是非常的快 而且呢 它支持60秒之内连续的这种发号适量 说到林肯飞行家的智能驾驶辅助 开启也非常的方便 就在多功能方向盘左侧 这个按键 一键开启 L2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 也能让我们在驾驶台车的时候呢 获得更多的 惬意 我现在呢 坐在了全新林肯飞行家的第二排 所谓机长专座 来去为大家带来 惬意之道的二排感受 这张座椅呢 在第二排呢 其实可以进行电子的调节 就在门板上 除了可以调节座椅强迫的距离 还可以调节座椅的靠位的角度 最大呢 可以实现17度的调节 为大家做一个演示 这就是最大的仰角 那这样的一个调节之后呢 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呈现一个半躺的状态 舒适度呢 其实作为林肯飞行家的国产版本啊 比海外版本呢 它的座椅的 无论是宽度 还是坐垫的长度都增加了 所以这样呢 就能让第二排 获得更好的乘坐的舒适感 除此之外呢 因为飞行家的天窗非常的大 那么第二排的乘客呢 也可以通过电动调节 来去控制天窗遮阳帘的关和开 非常方便 就在中央扶手的这边 两个N键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扶手箱后面的这样的一个5.8寸的小屏幕 来去控制第二排座椅 加热通风 现在通风是打开的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去调整 像空调啊 对吧 包括空气质量啊 还有像这个音乐的音量啊 包括切换歌啊 什么都可以 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第二排的空调出风口呢 只有中间的两个空调出风口 壁柱上呢 是没有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B柱上增加一个空调出风口会更加的舒适 针对全车乘坐人员电子产品的充电 这台车真的是准备的太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中央扶手箱后面这儿 Type-C还有USB两个充电口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是总统版 所以它在第二排中间呢 它是一个扶手箱 对吧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储物箱 打开之后 这个储物箱其实非常深 但是在这个位置 两个Type-C的充电口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完美的解决了所有成员的电子产品的充电 还有一个点不得不说啊 就是中间的这个扶手 这个扶手呢 是真的是又宽大又软 而且第二排的头枕呢 它其实它还可以往中间去弯折 这样弯折之后呢 是不是就更像飞机上的座椅 关键是这样弯折之后 它可以让后排乘坐者的头部 获得一个更好的曲线 这样呢会更舒服 当然了 说到第二排的座椅美中不足的 或者说我觉得还可以再升级的 就是第二排的座椅呢 可以增加座椅按摩 说的是啊 最后呢咱们来聊一下林肯的守护之道 那说到守护之道呢 首先就是林肯的全新飞行家呢 他的车身的所使用的 呃高强度钢超过了68% 而超高强度钢了 超过了45% 所以这样呢 就能保证整个车身的一个钢性和强度 同时呢 他的全系所搭载的安全气囊 一共有8个 而且呢前排的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呢 还带有西部的气囊 他具备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又新增了一个转弯的紧急预警 也就是说当我们转弯出现视觉盲区 有这种车或者人出现的时候 他可以进行紧急的制动 从而呢达到避险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守护之道 在这几方面呢 呈现的还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林肯的用心之举 OK 我们分享了全新林肯飞行家的五大之道之后啊 终于把飞行家开上了桂林之巅 那在山顶上呢 我们也即将结束今天的这次 全新林肯飞行家的体验 这台车呢 从豪华的质感到美式的品质 都给到我们更加的一种极致的体验 可以这么说 对于这款车就看它最终的定价了 关注月底的成都车展 这台车就会公布它的售价 从我的角度来说 如果售价比较合理的话 那这台车真的是太香了 OK我们现在呢 去感受一下全新林肯飞行家 他的后备车的装载能力 可以看到在我后面呢 放着自行车 然后高尔夫球包 还有四个行李箱 行李箱呢 是从大到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邀请林肯的工作人员 把这些物品呢 依次的放在后备箱里面 去看看它的装载能力 是不是真的能装下